大家好我是小妮 今天咱赶了个早 这会儿早上四点多 这边天已经亮了 走 看现在这海生池子是彻底地拆了 整个海岸线了 发现了一条鱼 一条树上的海年鱼 哎呦天哪 你看一下我手滑坡了 这个鱼啊 跟沙光鱼长得有点像 身上都是特别光滑的 没有鳞 哎呦妈呀 我得弄点水 我的桶脏的呀 这个好像不行这个 好像死了 累死了 哎 装死了 我也整了半天也给没弄点水少弄点 看 这招呢 这也都是医的那种 养殖后的废墟 哎呦 这可是卡红 一会儿有卡红 哎呦 喝水像不像 跟那个啥 跟沙光鱼特别像 走 走 来来来来来来 来来来来 这有一个祸 傻瓜似的 哎呀 小心跑啊 眼睛会这儿飞起了 哈哈 拉着走走 这你带不走 我感觉垃圾都找了出来 哈哈 我感觉垃圾都找了出来 全都是这 小时候 啊 哎呦呦 哪 嗯 傻瓜似的一样 我估计哦 我估计哦 我估计这不是海里过来的 你知道从哪儿来的吗 旁边池子过来的 旁边那池子拆了 你知道吗 从旁边那海行池子过来的 走走走 我估计这儿应该还有 这个受伤可受大法了 脑袋滑破了 我会让别的鱼咬的 哎呦这鱼和傻瓜鱼 比那个傻瓜鱼 比那个傻瓜鱼还没激 哈哈哈 人家不是叫趴鱼 哎呦这还能做别多 有一个 哎呦没办法放了 你搞垃圾 垃圾 那鱼等会 人不香的咋子 你吃点瘦 挺一点 等会他们吃了两天 这回家够我一栋红烧了吧 走往前走走转转转 看收货看收货 就抓这么几条 怪不得说 海年鱼和沙光鱼是一家 全到家了这些家伙 帕鱼也希望帕人 手滑破案 一定要小心干害的时候 好了 咱本期的视频就到这里 喜欢下期视频的话 请点击关注 谢谢大家